大家都說卡瑞茲是一隻青蛙 但我就覺得說 他到底哪一點像青蛙了 難道是因為他這顆頭嗎 他這顆頭長得很像青蛙 但是這時候疑點就來啦 有哪一隻青蛙 會有尾巴的 他有尾巴耶 那又有哪一隻青蛙 身體可以長得這麼長的 身體這麼長 好這時候我們再來看他一技能的解說 第一句話就好 卡瑞茲改變皮膚的顏色 以周圍環境融為一體 看到這一句話 你就知道他是誰了 他就是變色龍啊 只有變色龍身體長長的 然後會有一個尾巴 然後頭呢 長得就是一副青蛙頭 他明明就是變色龍 我不懂 現在有十個人裡面有九個人都叫他是青蛙 到底哪一點像青蛙了啊 變色龍卡瑞茲來啦 你看不見我 你看不見我 制裁 二技能 然後反殺 來把你躺回中心 普攻 再一個普攻 一技能直接衝撞你 撞爆你 再一個普攻 最後成功的拿到了手殺 看到一個殘血的喔 你看不見我 二技能開起來 隱身進入草叢 撞爆你 普攻 再一個普攻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有個安優格 這一場是卡瑞茲的實戰解說 卡瑞茲透過昨天官方的解釋 他就是下一隻英雄 但是 還不太清楚他到底什麼時候會出喔 我猜應該是下禮拜五了吧 那這邊呢 入野 是 慢了大概一秒鐘喔 所以沒有成功反到紅霸 反而是被對方的支援 亥牙給打死了 哇 那卡瑞茲就稍微解說一下他的技能組 被動呢 就是離開對方的視野三秒後 他下一次普攻 會有額外的魔法傷害 這個被動他的重點就在於 脫離敵方的視野三秒嘛 那我們要怎麼判斷 我們有沒有脫離敵方的視野呢 第一個 進草叢 對方看不見我們 第二個就是像我這樣 開啟迷霧模式 迷霧模式可以讓我們更加 清楚的可以判斷說 對方看不看的見我們 再來就是剛剛我們解說的 一技能啦 就是進入隱身狀態 4秒鐘 如果呢 他有點像是蘇一樣 對面還是有點歇歇微微的 有點看得到我們 只有隱身狀態之後 觸碰到敵人 就會造成額外的魔法傷害 同時還會降低對方的雙防 這點超級重要 降低雙防啊 這就是一個輔助命啦 直接衝撞對方的後排啊 或是坦克 直接一撞 那最高最高可以降低 40%的雙防 超級高的啦 那再來看到2技能 2技能開下去的時候 每0.5秒會對範圍內的 敵人造成一次傷害 持續2秒鐘 那這個蓄力2秒之後 會把周圍 最範圍內的敵人 直接把他牽回你的中心 就是把敵方 吸到你的 2技能的中心 直接吸到你旁邊的意思 那如果吸到敵方 英雄的話 就會獲得 額外的護盾 那這個護盾就真的很多囉 他這個護盾 可以加成100%的魔法攻擊力 100% 所以卡瑞茲就有點讓我好兩難喔 到底要出全坦 還是要出一點魔法裝 所以這時候 卡瑞茲他就很適合出 惡魔的微笑啦 那再來就是 大招 大招就是會 對範圍內的英雄 提升30%的移速 而並在1秒後呢 進入隱身狀態 最多持續1秒鐘 就是跟卡瑞茲的一技能一樣 持續4秒鐘 開啟技能之後 卡瑞茲會獲得 敵方 一個離你最近英雄的視野喔 這個 超級輔助的啦 我覺得卡瑞茲在出之後 他基本上是T0的輔助 因為他自帶了視野 自帶了一個強控 那他重點還有一個 就是還可以幫隊友加護盾 然後重點還是隱身啦 因為你可以幫你的隊友隱身的話 你就可以像直接聯賽 跟幾個認識的隊友 一起隱身 直接好幾個大汗 衝到人家身邊 人家可能都還看不到 但是會看到一點點的影子啦 就有點像輸的那種概念 那你說卡瑞茲這隻英雄 我自己認為 他非常值得買 還沒出我就說他值得買 因為重點還是因為 他的隱身狀態 再來就是他的挑戰者技能 我非常非常推薦 大家一定要帶瞬移 我想帶制裁 純粹為了開場去反野 非常的好用 但是接下來呢 我就不知道 帶制裁可以 可以幹嘛了 喔可以啦 就是對方在吃龍 吃龍的時候 你可以隱身進去 搶龍 對可是 以整體來說的話 還是帶瞬移會好一點 因為你可以開二技能的時候 直接瞬移過去人家的後排 來做一個強控 而且你看卡瑞茲他二技能的範圍 不算是太小喔 他範圍我覺得還蠻大的 只是呢 他跟提米有一個 不一樣的感覺就是 提米在開一技能往前的時候 會增加移動速度 而且可以持續非常久 可以蓄力很久 可是卡瑞茲在開的時候 他數據上沒有寫到的是 他會讓自己身體 停頓大概0.3到0.5秒 就是開啟的時候會 停頓一下 會身體直接停一下 對 所以這點也是非常要去注意的 他不會像 提米一樣一開就直接往前衝 那這邊控到了 小狐狸 可是呢 我沒有隊友 所以殺不了 啊還有一個 就是官方 他一直沒有寫到的數據 就是他的大招的範圍 到底有多少 他範圍到底有多大 因為我在開的時候 他也沒有一個就是 範圍的那種 給你看說 他大招範圍大概是多大 他不是一開 你全場的隊友都可以隱身喔 不是喔 他是範圍內的隊友 可以做一個隱身 但是我覺得範圍好像 可能就是你視野看得到的隊友吧 他不會說什麼大到很大的那種概念 我怎麼感覺卡瑞茲 如果他一出的話 又是一個 非被集選的英雄 我的頭有點痛啊 因為現在排位啊 最多只能ban四隻角色 感覺現在每出一隻都是非ban集選啊 像那個安格列 你知道現在安格列也是非ban集選的英雄 因為他做的有點太誇張了 那匹皮呢 也是必ban的啊 那ban不完勒 沒有空位可以ban了勒 太多強勢角了啦 對啊 這有點太誇張了 還是那個匹皮跟卡瑞茲都不要ban 一人哪一隻 可是我還是覺得卡瑞茲 好像又比匹皮更強了 因為匹皮已經削弱了好幾次了啦 所以卡瑞茲 他可以幫助隊友隱身4秒 這是一個團戰很關鍵 你看我現在移動速度 800 超快的 因為卡瑞茲開一技能的時候 可以增加移動速度 所以基本上技能接近是 二技能一開 然後馬上開一技能 去提升你的跑速 那看你就是要去炸後排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瞬移 那你不要學我帶制裁 制裁就是 因為體驗服嘛你懂的 就是隊友都怪怪的 你只能靠自己 如果你在正式服的話 就是可以 這隊友都蠻正常的 你就可以用正規的打法 你不用像我在體驗服 你要帶什麼制裁 其實卡瑞茲我玩了好幾場 那個體驗服的隊友齁就是 超級無敵 有夠有問題的 那我這場是有帶秘咒之刃 這個重點就在於說他的被動 因為被動脫離敵方 視野三秒後 然後下一次普攻會有魔法傷害嘛 那他有特別註明到 這個魔法傷害 是可以附帶 裝備的效果 那就是 那個 惡魔的微笑 或者是 密咒 他都可以去附帶到 所以我才會出到惡魔微笑啊 密咒啊 我覺得好像都還不錯喔 那 基本上這套裝備呢 自己測試下來 感覺還不錯 但是就是缺少了 坦度 就是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坦 因為畢竟要 對他的魔法傷害的話 就不可能會出到全坦流啊 那這邊 先接手一下這個 深淵魔龍克德 那再講一下為什麼會 有點要想要撐我的魔法傷害 因為他所有的技能組 他所附帶的魔法的%數 我覺得都很多 一技能可以附帶60% 二技能呢 可以附帶 60%的傷害 跟100%的這個護盾 然後大招的話 是沒有任何傷害的 那這邊在中路呢 是一個小小的 算蠻大的碰撞 那最後是被 這個機器人 不要 還有這個狐狸 丟一個大招 給打死了 可是你看我的助攻 有22個 超級療癒 雖然這個助攻 他架KD也很少啦 但是 對於輔助來說 一日輔助 終身輔助 我們在中路放了一個天空巨龍 可是也差不多 快要被剛剛那個菲尼克打死了 那我開了一個視野 洞 有沒有 直接把人家吸到中心來 那 僅是因為他有出復活甲 所以復活了喔 那我就不去 繼續追了 因為我稍微有出一點 那個物防裝備 我有在上一個 那個 冰盾 就是可能大家會說他是白盾 降低周圍30%的攻速 因為我們要衝到敵人面前 一技能呢 衝到 出通道的話 就是可以造成額外的魔法傷害 所以他就是感覺要衝鋒陷陣 所以又不能出的太軟 所以大家在出之後 我可能會 詳細的再拍一部影片 他到底該出什麼裝備 可能會比較好囉 那這邊機器也很煩啊 超煩的 機器人果然是現在的這個 職業連賽的 META輔助啊 因為他給的這個團戰的控制效果 太棒了 那機器人連賽對方的 那個菲迪克又復活了 你看我剛剛二技能炸他 炸一下 他好像大概 三分之一的血就被我炸掉了 我們有兵線 應該點塔就結束了喔 那這場就是 下一隻英雄 卡瑞茲的 實戰結束啦 記住 他不是青蛙 他是 變色龍 那這部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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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寬 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